出现这四个症状有可能是关心病的前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心病的早期症状有哪些呢 第一就是胸痛 最典型的胸痛是发生在胸前趋的疼痛 或者是胸骨后 如果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不舒服 比如说在颈部 下颌部 左肩部 左背部 甚至包括左上肢 有的还出现在右侧的胸部 或者是右侧的肩部的不舒服 都要提高警惕 防止是心脚痛 第二种就是闷 比如说像今天天气不好了 气压比较低了 要下雨了 那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有点凶闷 睡眠不好 特别是这两天来压力比较大 也可能会觉得有凶闷 生气了也会有凶闷 但是关心病的这种特殊性的闷 往往是在活动之后出现的 活动量比较大的时候立即显现 而且一般持续的时间不会特别的长 大概在五到十分钟 最多二十分钟左右 慢慢就缓解了 这种情况就要警惕 是心脚痛 第三种情况是胸口胀这种情况 有的人能体验到 但是更多的人可能会发生在肚子胀 但是肚子胀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比如这两天吃东西不消化 生气以后都会觉得肚子是鼓鼓的这种胀 这就要与心脚痛的发作肚子胀进行区分了 从结构上来说 心脏离着消化系统是最近的 所以很多心脏的症状 它是和消化的症状不容易区分出来 有很多胃晚病痛与心脚痛的痛区分不出 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漏疹 第四种情况就是憋气 这种憋气呢 对于很多老年人 尤其是心功能不好的人来说 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痛 闷 胀 憋 我们首先要想到是不是心脚痛的问题 排除这一危险性的发生 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三种蔬菜多吃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 这三种菜轮流着吃 血管干净不堵 预防脑血栓血管堵塞 其实不用长期大把大把的吃药 这几种蔬菜也是帮助我们 疏通血管 预防血栓的天然食物 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认真听 第一呢就是红薯 有研究发现红薯它含有 胶原粘液蛋白 可以保护血管的弹性 有效的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而且呢这种胶原粘液蛋白 是鱼肉鸭肉鸡肉中获取不出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红薯 第二呢是海带 海带属于是海产品 味儿咸 咸味儿有助于软肩散节 同时呢海带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如果你有血管壁的硬化血管的堵塞 能够帮助你软化血管 清除血管垃圾 不仅如此呢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它还可以抑制动脉周样硬化 第三呢就是黑木耳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黑木耳可以活血化鱼 滋阴补血 通过活血化鱼呢 就有助于稀释血液 减少血小板的聚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 当然了 食补不能代替药物 如果已经出现了症状 还是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积极的进行治疗 预防脑梗 多吃两物 多喝一茶 来两个物呢 第一就是土豆 土豆富含钾 可以稳定情绪调节血压 保护我们的脑血管 免于破裂的危险 除此之外呀 像含有钾的香蕉 桃子 杏这些水果 它的含钾量都是很高 很丰富的 第二呢 多吃含铭的食物 比如像苹果 豆类 玉米 海淡 以及绿色的蔬菜 都富含有铭 通过影响 脂代谢和血管收缩功能 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三呢 茶 喝什么茶好呢 各种的茶在市面上 普洋啊 绿茶呀 红茶呀 茉莉花茶呀 茶的品种很多 其实进入到冬季天冷了以后呢 从中医上来讲 应多喝一些温暖味的 比如像红茶 更有助于脾胃的调节 以及散寒的作用 绿茶这个词 这个词好像不是好词啊 但是在茶里边 它可是一个好东西 它富含有丰富的微生素液 导致脑梗的因素之一啊 就是体内产生了有害的活性酶 它的克星就是抗氧化性的这些物质 比如像微生素液 所以多喝绿茶呢 可以很好的补充体内的微生素液 大家都记住了吗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注心脑健康守护生命核心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告诉我 预防脑梗 多吃两物 多喝一茶 哪两个物呢 第一就是土豆 土豆富含钾 可以稳定情绪调节血压 保护我们的脑血管 免于破裂的危险 除此之外啊 像含有钾的香蕉 桃子 杏 这些水果 它的含钾量都是很高 很丰富的 第二呢 多吃含铭的食物 比如像苹果 豆类 玉米 海淡 以及绿色的蔬菜 都富含有铭 通过影响脂代谢和血管收缩功能 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三呢 茶 喝什么茶好呢 各种的茶在市面上 普洋啊 绿茶呀 红茶呀 茉莉花茶呀 茶的品种很多 其实进入到冬季天冷了以后呢 从中医上来讲 应多喝一些温暖味的 比如像红茶 更有助于脾胃的调节 以及散寒的作用 绿茶这个词好像不是好词啊 但是在茶里边 它可是一个好东西 它富含有丰富的微生素液 导致脑梗的因素之一啊 就是体内产生了有害的活性酶 它的克星就是抗氧化性的这些物质 比如像微生素液 所以多喝绿茶呢 可以很好的补充体内的微生素液 大家都记住了吗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注心脑健康 守护生命核心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告诉我 血管堵没堵 腿脚早就告诉你了 当身体出现某些情况的时候 去医院查血管 可能已经晚了 那我们平时如何判断自己的血管 有没有堵塞 今天就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抬高腿 可以平躺着在床上 然后慢慢的抬腿 抬到极限的时候 双腿悬空 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 坚持两分钟 然后你再慢慢的放下来 观察这两条腿的状况 如果刚开始的说 这两条腿都已经苍白了 慢慢慢慢的皮肤才变得红过来 说明你部分的血管可能就有堵塞了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触摸一下你自己的脚背 脚背呢是离我们心脏很远的地方 血管有没有堵会直接反馈在脚背上 特别是脚背正中间最高处突起的这个动脉 中医又称为浮阳脉 正常情况下 我们能摸到这个脉搏的搏洞 这也是我们古人说 好脉要三步九后其中一个部位 当血管堵的时候 这个动脉的搏洞就会变弱 甚至就消失了 而且呀这个部位甚至是整个脚底板都是冰凉的 走路自然就不灵活 而且呢有酸胀的感觉 疼痛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的下肢血脉一定就没有畅通 这两个小妙招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赶紧自查一下 心肌缺血出现这些表现 要注意教你条理改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心肌缺血的成因带来的危害以及治疗的方法 心肌缺血呢 是指心肌供血不足 一些轻症的心肌缺血啊 会出现心慌气短 稍微一活动啊 比如说赶个车 跑两步 或者在厨房多干一点活 就会出现比较轻的心慌气短 还有一种呢是隐隐的疲劳感 再严重一些呢就会出现胸闷胸痛 我们把这个就叫心脚痛 疼痛的部位呢有以下这些 第一心前驱 心脏在人体的左前胸拳头大小 这个部位出现闷痛就是心脚痛 一般持续不到十分钟 经过休息或者是含三身低丸 就可以缓解 有的呢偏胃这个位置上 有一部分患者呢 还会觉得是以胃疼表现出来的 这样就容易误诊 以为是胃疼呢 一看呢是得了心脚痛和心梗 这种症状特别容易被遗漏 还有的呢是后背的疼 还有的呢会引起下颌的疼痛 咽喉的疼痛 出现咽喉部的紧缩感 严重的时候这种疼痛呢 会让人有冰死的感觉 以上呢就是心脚痛发病的部位 和发病的特点 通常寒冷生气劳累 就会导致症状的加重 我们用活血化瘾 理气止痛的方法来治疗 缓解血型瘾痣的这种情况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 要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脑梗这样锻炼好的快 脑梗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可能带来肢体上的行动不便 语言上面的困难这些 除了用一些活血化瘾 通经活乐的中药来调理身体以外 康复锻炼也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呢就教大家几个 针对脑梗后遗症的锻炼方法 首先呢是言语的锻炼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正能量 立志的诗句去朗读 让患者呢每天读十分钟 既锻炼了语言能力的同时 也增强了战胜疾病的细心 比如保健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是语言上面的一个锻炼的方法啊 还可以呢坚持做口腔操 比如我们传统练习口腔的方法 赤龙脚海啊 扣齿 搅动舌 直接训练我们的大脑 让它变得通畅 在我的另外一个视频里边 有详细的练法 再者呢就是我们肢体的锻炼了 每天饭后可以慢走半小时 胳膊呢尽量的做上举的动作 这样呢对脑梗后遗症的康复 是很有好处的 这里呢也建议这样的患者啊 可以用传统的练法 比如说走步的时候 要行与神合 精神集中 做到一脉脚 你的意识得跟着过去 这样才能达到中医里边所说的 精气神合一 天人合一的中医理念 修复身心才能恢复的更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语浩教授 关于脑梗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都可以来告诉我 手指出现这三个异常 一定要小心脑梗出现 大家好我是赵语浩教授 脑梗是因为脑缺血缺氧导致的 容易发生的年龄呢 一般说在50到60岁以上的中老年身上 早期的症状呢并不是很明显 只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肢体麻木 头晕和全身乏力的症状 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 往往容易被忽略了 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其实呢脑梗来临之前 手指上会有明显的症状 如果手指上有以下的三个表现 要及时的去医院做CT检查 避免危险的发生 第一呢就是手指的颜色发黑了 如果发现你的手指颜色青黑色 说明这血管受到了损伤 血管会堵塞而影响了血液的循环 就会使得指尖这个地方呢 有缺血缺氧的状态 就导致了手指青黑色 第二呢就是手指的肿胀 突然出现手指肿胀 大部分情况呢 是因为你的血管堵塞了 因为血循环不通胀引起来的 这时候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第三呢手指会麻木 平时呢手指活动挺灵活的 又挺敏感的 突然出现难以解释的手指就发麻 而且不灵活 当然了这种麻的状况呢 也要排除有颈椎病的可能 因为手指呢是我们人体肢体的末端 最晚才能受到血液的滋养 如果血液供应不过去 说明中间道路堵了 才造成你的手指供血不足 就会导致手指肌肉无力呀 发麻呀 痙磷这些现象 如果你的手指有这么三个异常 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 以免发生严重的后果 心脏喜欢这三个动作 每天坚持做心脏健康 人轻松 所说的养生呢要先养心 心脏健康身体才能健康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好心脏 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 有简单的有复杂的 循序渐进 希望你全会 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循环 使血液循环容易回到心脏 促进心脏的健康 这第一个呢就是手指操 经常的把两个手的食指啊 尖对尖这么反复的去触碰 数着数六十次 然后呢为了加强手指的运动 我们可以在这个桌面上啊 把手撑住了 把手臂呢站了一起来撑直啊 然后对着这个手呢 去把它一个一个的搬动 触动手指呢让它畅通 因为手指呢 它连击着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 把它都搬动了以后 血液循环就会好了 这第二个呢就是散步 每天基础的散步呢 能够帮助我们加快新陈代谢 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 回流到心脏 加速了身体血液循环 改善心脏的供血 走的时候呢量力而行 第三呢 这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这个动作就比前面的两个复杂一些了 特别推荐给大家像我们传统的运动健身方法 比如说太极拳八段级 这些运动的动静结合 刚柔病剂能够让我们不仅练了身体的同时 还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如果长期坚持 还可以预防多种的慢性疾病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 可以去试一试 每天坚持做 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但如果你的心脏啊 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就别光是说痒带着病痒 那就负重了 要及时的就医 辩正开方 搭配上药以后 恢复的会更快 起效才能更好 阳气不足的人 身体会有两处鼓起来 千万别大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阳气呢 是我们中医特有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我们人体里边具有的能量 中医认为呢 阳气会伴随你一生 阳气在 人就在 阳气近 人则亡 阳气不足的人 身体这两个地方就会鼓起来 这第一啊 就是眼窝 眼窝这个地方是脾所主 又称为肉轮 如果脾的运化水尸能力 大大的下降 那大量的弹尸之邪 运化不出去 就会让这个地方 肉轮呢 浮肿起来 所生的眼带就大了 肥胖到一定程度呢 也会这样 其实胖本身呢 也是阳虚 还有一些人呢 肾的功能不好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弹瘾内积 阳气不化 第二呢 就是腹部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呢 大幅翩翩翩了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肚子 当你躺下来的时候 看着自己的肚子呢 不是瘪的 而是明显的鼓出来 这种情况下还往往伴随着 睡眠呼吸散停综合症 就诊的时候啊 很多人就纳闷 我会说 哎 你是不是夜里打寒 而且还有骤停 患者会很奇怪的问 说你怎么知道 我会打呼噜呢 就像看电视的 来我教你啊 你也能学会 这个头大 脖子粗 体型呢 刚才说了 肚子又鼓的 一般情况会有呼吸散停 当然了 并不是说受人 就不打寒 睡眠呼吸散停综合症啊 又称为OSAS 它会同时伴随着高脂血症 脂肪肝 如果不干预 那中风心脏病这些危险 就会随之而来 很多人发现 自己是阳虚了之后呢 就开始用一些补阳的药 但往往效果都不会太好 甚至是越补越上火 其实呢 你就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步骤 就是去湿 把湿气除干净了以后 才能去补阳 这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服中药进行调理 也可以借助自然之力 比如说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去晒晒后背 在三复天的时候 做做爱揪 都能很好地补充氧气 轻微的脑梗 还需要长期吃药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经常有患者是问的 出现脑梗 轻微的腔梗 甚至对肢体 没有任何的伤害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这种情况下 要不要长期的吃药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轻微的脑梗 如何去评估脑梗的严重程度 临床上 医生主要的参考症状 就是意识状态 病造部位的大小 这几个方面 如果脑梗 只是出现了轻微 言语不利 肢体麻木 口角歪斜 这些症状 甚至没有出现任何的后遗症 一般提示的就是 病情比较轻 如果出现了完全性的失语 严重的肢体偏瘫 这就提示症状比较重 其中意识状态 是评估脑梗的一个重要指标 通常说 轻度的脑梗患者 意识是清楚的 重度的脑梗 可能会意识不清 陷入昏迷昏睡的状态 最能清楚脑梗 病情严重程度的是什么 通过脑部的核磁 发现梗死的部位和面积 大小是短大 如果梗死的部位 在脑干大面积的脑梗 这时候病情就比较严重 而脑梗的部位如果在皮层 脑梗的面积就比较小 病情就相对的比较轻 回过头来 我们说这位患者问 轻微的这个脑梗 到底要不要吃药 那反过来 我要问你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健康的饮食 坚持运动 规律的作息 你能不能够做到 第二 能不能够控制住你的血压 血脂 血糖 第三 平时能不能做到 不轻易的生气 动怒 问这位患者的时候 他略微思考 回答呢 不容易做到 因为家里边饮食口味也偏重 又抽烟 不能完全戒掉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要用药物进行干预 把你这些指标给控制好 慢慢的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防止脑梗的再次发生 所以这里边如何去选择 治疗的方案 以及更好的康复训练 都是我们患者和家属一起配合要做到的 轻微的脑梗还需要长期吃药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经常有患者是问的 出现脑梗 轻微的腔梗 甚至对肢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这种情况下 要不要长期的吃药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叫轻微的脑梗 如何去评估脑梗的严重程度 临床上呢医生主要的参考症状呢 就是意识状态 病造部位的大小 这几个方面 如果脑梗只是出现了轻微 言语不利 肢体麻木 口脚歪斜这些症状 甚至呢 没有出现任何的后遗症 一般提示的就是病情比较轻 如果出现了完全性的失语 严重的肢体偏瘫 这就提示症状的比较重 其中意识状态 是评估脑梗的一个重要指标 通常说呢 轻度的脑梗患者意识是清楚的 重度的脑梗可能会意识不清 陷入昏迷昏睡的状态 最能清楚脑梗病情严重程度的是什么 通过脑部的核磁 发现梗死的部位和面积大小是多大 如果梗死的部位在脑干 大面积的脑梗 这时候病情就比较严重 而脑梗的部位如果在皮层 脑梗的面积就比较小 病情就相对的比较轻 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位患者问 轻微的这个脑梗到底要不要吃药 那反过来我要问你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健康的饮食坚持运动规律的作息 你能不能够做到 第二能不能够控制住你的血压 血脂血糖 第三平时能不能做到 不轻易的生气动怒 问这位患者的时候啊 他略微思考 回答呢不容易做到 因为家里边饮食口味也偏重 又抽烟不能完全戒掉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要用药物进行干预 把你这些指标给控制好 慢慢的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防止脑梗的再次发生 所以这里边如何去选择治疗的方案 以及更好的康复训练 都是我们患者和家属一起配合要做到的 逍遥丸的六种王牌搭配 通一身气血痛击各类节节囊种 一说到逍遥丸啊 大家不陌生 我也很兴奋 我特别推荐大家 如果遇到干预气质情绪有变化 逍遥丸主治 它可以疏干健脾 活血调精 用法和用量呢 在之前的视频里都有了 搭配好了 还可以清理一身的节节囊种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逍遥丸的六个王牌搭配 简单又省钱 功效却很不一般啊 第一 如果脾气特别大 爱生气 老是觉得郁闷烦躁 而且呢 也会出现月经前后的乳房胀啊 乳腺的增生啊 或者节节 这种情况 多是因为干淤脾虚 弹热护节所导致的 可以选择逍遥丸搭配上小金丸 起到清热解毒疏干健脾的作用 第二呢 除了上面这些症状以外 还会有胸鞋类闷痛 经常会出现口干口渴 心慌气短 这些症状 大多数是因为干淤化火引起来的 可以用逍遥丸搭配上生脉瘾啊 来疏干礼气 益气养阴 第三呢 如果平时感觉疲惫无力 失眠多梦 口干舌燥 舌红少胎 大多数情况是因为肝肾阴虚了 育儿化火导致的 可以用逍遥丸搭配上脂柏地黄 滋阴降火 疏干解育 第四呢 如果你干瘀还伴着两鞋类的胀痛 打嗝 情绪 抑郁 胃口又不好 消化不良 可以参考逍遥丸搭上宝盒丸 除了疏干解育 还能健脾开胃 第五 如果平时觉得腰气酸软 失眠倒汗 头晕耳鸣 这就是肝肾阴虚的症状 由于干瘀 肾也虚了 可以用逍遥丸搭配上六味帝皇来滋阴补肾 第六 如果平时除了心烦意乱 还伴有咳嗽 有痰 咳不出来 咽不下去 这种情况就是气质痰宁 是干瘀脾虚 用逍遥搭配上半下后破汤 帮助我们化痰行器 疏干尖脾 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经络一通百通 一堵百堵 两个动作打通淤堵的经络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人体的经络畅通 才能使气血通畅百病不生 当经络阻塞的时候 体内的交通就会拥堵 气血就不能通达脏腹 久而久之 身体就会垮掉了 我这里有两个疏通经络的小动作 大家平时就可以多做一做 轻松帮你打通经络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揉耳伦 耳伦这个部位啊 它通的是我们身体的脊柱 有人说它可以通肾气 不完全是这样的 整个的耳如果都揉到了以后 对强肾也有作用啊 从局部来说 我们今天揉的这个耳伦 它对应的是我们身体里的脊柱部位 做的时候呢 把两个手搓热对着耳伦进行揉搓 直到搓热了为止 有的人耳朵啊 一碰都疼 疼得很啊 硬得很啊 特别是耳伦 软才是身体健康的标志 你可以现在揉一揉你的耳朵 看你的耳朵是硬还是软 如果一碰就疼的这种啊 一定把耳朵给它揉软和了 才能身体气血通畅 经络畅通 身体更健康 这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梳头的动作 可以用五指去梳 也可以用梳子去梳头 头呢 为乎羊之会 所有的羊精 从头上都有行走的路线 所以我们用手 把头给它梳通了 相当于畅通了我们身体的经络 经常的梳头 不仅可以让你的头发长得浓密 结实不再掉头发了 还可以解决我们头上经络不通 比如说如果你的头后有沉重啊 头两侧有疼啊 等等这些问题 通过梳头的方法 就可以达到经络畅通 以止疼啊 通畅里边经络不通的问题了 梳头的时间呢 最好是早晨起来 梳一百遍 可以反复梳上一组两组 中午的时候再梳一组两组 记住了啊 梳头最好不要在晚上梳 运动和干活有区别吗 经常有患者会问我啊 说你让我运动 我这一天都不闲着 我干活都累坏了 干活和运动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流水不浮 护梳不渡 中医眼中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国早有一家就认识到了运动的重要性 所以华头说流水不浮 护梳不动 这个意思就告诉你啊 流动的水 它是不容易腐烂的 而经常转动的门轴啊 它是不容易被虫子咬的 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我们 生命是在于运动这个道理 所以呢 你看古人华头呢 发明了武琴戏 那我们现代的八段锦呢 还有传统的太极拳呀 都是运动的方法 不仅如此 世界卫生组织也早已经把运动说成是最好的抗病良药 有研究就表明啊 运动可以预防超过35种慢性疾病 可以降低血压 降低血脂 强化心脏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说到了 到底运动和干了一天的活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劳动并不等于是运动 运动呢 是我们自觉的主观的一个锻炼的过程 而且呢 在运动过程中使我们身心愉悦 而劳动呢 它是被动的 活得干呢 时间不可控 把活干完了才算完 力度不可控 长时间的做同一个动作 比如说搓衣服 蹲地 时间长了 就会对我们身体这些局部的组织器官 造成一定的劳损 对身体来说就是不利的 所以古人有说久力伤骨 这样的说法 那有人说了 练战装也是久力 怎么就没伤到骨呢 所以在这里边最关键的还有一点 运动与干活的区别 运动是内向性的 它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们身体里面 不管是肌肉啊 还是筋脉骨啊 还是内脏啊 是集中在我们自身的 它是能量内收的 所以是增加我们身体能量的 而干活呢 是外向性的 能量啊 是输出的 是耗能的 所以我们应该科学的适当的运动 才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心脏不好的人是静养还是运动 中医告诉你答案 心脏不好到底需要静养还是要运动 要看患者自身的情况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也才是对身体最有利的 下面呢 就针对几种情况进行分析 这第一种呢 就是患有心脏病 但是对生活呀 行动啊 没有太大的影响 说明病情还是稳定的 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不过需要提醒呢 如果运动的时候出现了身体的不适 比如说心跳加快 导致心脏的疼难受 呼吸变得困难 比常人更要及时的停止运动 运动量一定不要过大 以身体舒适为主 可以选择有氧运动 但是适量 第二种患有心脏病 对生活行动产生了影响 分为轻微的影响和严重的影响 对于只是对生活和行动造成轻微影响的心脏病患者 可以做适当的运动 或者运动与静养相结合 这样呢 对病情更为有利 不过一定是以自身的情况去制定方案 如果心脏不好到 严重影响了生活和行动 心脚痛非常严重 平时呢 最简单的活动就会出现心肌气喘 身体疲乏的现象 这种情况下应该以静养为主 第三种情况要看心脏是否出现了衰竭 如果出现心脏衰竭了 那一定不要运动了 但要活动 运动和活动有什么区别啊 你不能一点都不动 完全躺在床上 那样血运循环也不好啊 所以在适当的活动以后 对血液的循环有个刺激 让心脏呢得到更多的供血 心脏的功能就会逐渐的好转 最为严重的一种情况 就是心衰到肌肉僵硬了 呼吸困难了 行动严重受下了 这一定要按照医嘱就不要随便运动了 这里呢要明确一点 什么是运动 并非有氧运动才是运动 比如像中国传统的太极拳呀 八段锦呀 五齐信呀 站桩啊都是很好的 适合心脑血管患者的运动形式 所谓静养啊 也并不是躺平 什么也不做 静态的像金刚座呀 调息呀 冥想啊 这些也都是静养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让身体更健康